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律师的工作就已经够忙碌 那你怎么还有时间做音乐 对不对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出口 我想每一个工作都是一样 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抒压的方法 对我来讲就是 就是写歌唱歌 那很幸运的就是这两个领域 这两个斜杠的两端 我都还做得很赖 不过我也要跟你们讲 做音乐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所以还叫做律师 所以我们的环境 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这是一个肯定 对 不过我还是乐此不疲 因为 歌音乐除了开心之外 抒压之外 还能够得到 这个讲座 这个已经是 非常棒的 对非常心满意足的事情 要不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这张专辑呢 这张专辑 叫做心来欧空 心来欧空 心来欧空 不是心来欧空 是心来欧空 欧空 就是黑洞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心中有那种 过不去的那个角落 是 可能是基于悲伤 基于难过 基于太过失恋 很多原因 那这张专辑是从一个 一个城市的观察者的 一个面向出发 他不是一个律师的面向 是 所以以前我是写一些故事 就是有关于诉讼的故事 那个很严肃啦 这次比较轻松一点 平克就很想揍眉头 是 但是这张是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陪伴者的角色 然后去观察这个都市里面的 一些角落 是 大家的心情 对 其实这一次除了 入围了这个 最佳台语南歌手奖 也入围了最佳装针设计奖 这张专辑设计的非常棒 哇 那张专辑有看过的人 都会觉得很敬意 很想收藏 但是刚刚已经颁完了 你没有得奖 我很想帮他们平反 其实他就是 从我的理念就是黑洞 然后呢 他就去弄了一个 一个 从大而小的圆 人不断的往下线的一个立体的 一个球形的 一个黑洞的形状 但是呢 这个设计师帮我讲了很棒的故事 就是黑洞的最中间呢 不是 不是黑到底 是有一个白色的光 哦 有一个方向指引着他 对 那那个黑洞是用一双手 捧起来 是 意思就是说 创作人呢 用他温暖的手 把这个 那个黑洞 这个四首歌 然后 呈现给大家 希望如果大家能够 不要越陷越深 而且也希望就是 不管你遇到了 怎么样的困难 在追不住的时候 都有遇到 那个手把你牵起来 对 持音你的那个希望 对不对 是 好这也是这张专辑想要 传达的 对 嗯 刚有说齁 之前都会讲一些诉讼 听起来比较苦闷的 那这一次比较没有了 对 接下来还想往什么样的方向创作呢 呃 我现在还找不到方向 但是我觉得 创作的过程就是不断摸索啦 嗯 那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 刚刚我忘了一个感言 是 刚才台上没有讲的 对对 就是我爸爸妈妈都 我这这相继这这两个月都 我妈妈先住院 后来爸爸也住院 是 那刚好还蛮幸运的是 爸爸在 呃 今天的典礼前两天出院了 那我希望这个讲座呢 得奖的这个 好运 能够帮助他们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康 是是是 好 这是回去赶快跟他们分享 是是 心情好一定 马上就 是好 身体会越来越好 是是 好 好 好